哈囉大家好 我是Sandy吳珊茹 一般女生在家裡面綁頭髮可能就想說 唉呀 我就這樣就好了嘛 但是這個時候男朋友打電話來了怎麼辦 她說寶貝我想跟你試訊 那不行 我們一定要正面試人 所以我現在要叫大家一個 綁了只有正面能看的包頭 首先呢 把頭髮全部抓起來 像平常要綁馬尾一樣 把頭髮綁起來 抓上來之後呢 鬆鬆的抓沒有關係 正常的綁個兩圈 就是平常你要綁馬尾的樣子 這個時候呢 最後一圈的髮圈 繞一下 但不要先抓它 要把頭髮捏著 然後呢 繞 繞 這樣子 捏好之後呢 剛剛不是卡在手上有一條嗎 我們就把它拿過來 好 拿過來之後小心的 把頭髮 把手放開 這樣子對不對 再來呢 你就把頭髮抓鬆 尾巴也是抓鬆 這個時候你就會有一個 只有正面能看的包頭 基本上你如果覺得旁邊很在意的話 再把它抓鬆一點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說只有正面能看呢 因為側面真的很糗 不要笑 繞好包頭之後呢 平常這個時候我們就能以正面試人 那通常呢 因為我們不要轉來轉去嘛 就不會出門沒有關係 可是這時候男朋友說 寶貝我決定還是去找你 怎麼辦 這時候教大家一個方法就是呢 因為包頭已經綁好了 我們用吹風機呢 熱風吹過它之後再冷卻 讓它塑形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頭髮放下來囉 鬆鬆的剝開 然後呢 給自己一個完美的大旁分 就這樣